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告别末日传说的2012 充满希望的2013 马英九总统在元旦升旗是这么说的 就能和全民在一起 启动希望与幸福 在今年第一道成光中 为中华民国祈福 但希望终究只是希望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借着老保破产话题 一路烧到火大游行 现在这种不公平不合理 让社会对立 又让国家财政无法永续 台湾不该只有蓝绿的声音 否则什么重大法案到了立法院 不是被晃点就是空转 人民要的幸福被畅衰 被摆在政治利益之外 老百姓还能袖手旁观吗 中市畅望新台湾 与您一起用脑袋管管政治 人民不能继续沉默 政治人物更不能随便说说 好 要启动幸福和希望恐怕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这我们一千万的劳工和两百万军公教都很关心的退休年金制度 到底我们的退辅保险是不是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呢 而我们的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不是又已经无力来补贴 我们都会带您一块来讨论 首先为您今天介绍我们请到的三位重量级的政治评论家 第一位是我们产经检验社的理事长前立法委员洪奇昌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第二位是我们的文化大学的教授也是前立法委员邱毅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是我们中国时报的总主比张锦维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要请三位来宾和我们一起讨论 大家都很关心的年金的议题 不过很有趣的是在此之前我们要先请锦维兄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马英九总统不是还在那儿吗 但是这个很重要的年金问题 中国时报帮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未来领袖的论坛 先请了我们国内各界有八位对政策的未来性相当具有影响力 而且是国内的意见领袖八位政治人物来对年金问题做了一个表态 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说的 首先胡志强他说他认为针对年金的改革 应该要定期公布劳保基金的明细 尤其是老年给付准备避免投保人缺乏信心 提前退休而加速了财务的危机 郝龙斌则表示要重新减算这个精算 均公教劳保财务 而且要将精算的公式向社会公布说明 基于信赖保护以及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这个很多人都相当关心会不会溯及既往 那么陈菊则说人民对于政府的信心很重要 如果说政府长时间显现失能的状态 那么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引发人民的恐慌 而施堂秦则表示共同解决国家的财务与军公教退休年金的问题 未来不论是谁执政才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这是四位对年金问题有表态的政治人物 不过同一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另外四位政治人物包括了朱立伦 包括了吴敦义 包括蔡英文和苏贞昌都选择对年金问题不表态 金威兄 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去请教的这八位政治人物 关于这年金的这个问题 不是马总统还在那边吗 对 我先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 这个新的一个系列的专版 是中国时报在上个礼拜开始推出 第一次以后每隔两个礼拜的礼拜一都会以全版登出 那我们的标的就叫做未来领袖 那讲白了一点 就是可能大家会想说为什么是这八个人呢 大家各自意见不同 讲白一点 所谓未来领袖总要有一个界定 就是2016有可能选总统 他可能想选总统 或者我们认为他够实力够分量选总统 所以这样的话马英九总统是现在领袖 所以我们大家是问这个下一届的一个总统 那推出这个专版有两大用意 第一个我们希望就是说用这个政治领袖 他能够针对具体的公共政策发表主张 来取代过去那种意识形态的口水 或者统独等等 那第二个用意就是说 你对公共政策其实也不一定说每个领袖他都懂 但他可以找他亲信的这个智囊幕僚 只要经过他认可的发表出来 我们就经过长年累月 现在我们尽量一直要把它做下去 那你对于将来我们包括公债法 对财化法 对长照法 或者对于这个环保 你对公共政策的你的具体的主张是什么 我们都会把你记录下来 那记录下有个好处就是说 让民众不要下次又什么他有魅力 他很民粹 我们有一个具体的根据就是说 让他在选择政治领袖的时候 采取另外一种比较理性的标准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长期白纸黑字记录下来 那你以后就不要讲说什么 我那个没讲过或者什么等等 就是我们希望经过系统的比较 要检验让民众有更理性的一个方式 来选择这个未来的政治领袖 但这里面我们也考量到 无庸会言的 像这种比较主题正派的 比较硬的 我们当然考虑过 当然我们内部要推出的时候 其实我必须这么讲 这个原来是我们集团董事长 蔡海明 蔡总裁 他有一次突然讲出来 但是我们这些老鱼这个新闻操作人 都会觉得说这搞得起来吗 因为每一个人第一个你叫他讲那个 这些大咖你叫他讲这种 政治主张的话 他们都考量东考量西 我不愿配合他或什么等等 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说 我们总是要发挥一个公共论坛 所以我们把它推出去 我相信只要做得好的话 这些政治领袖慢慢会回应 而且我觉得舆论市场 我们也不求说这个东西会很火红 但是应该会有一定的一个回馈 而且希望能够为改变台湾的一些 政治风气跟媒体的漏息 做一点积极的努力 是我想其实民众也会很希望能够知道 到底意见领袖们 对这些大家很关心的民生议题 到底他的态度是什么 但是我们很显然的可以看到 似乎有点受到消极的抵制 我想最主要一个可能的因素 红委员 是不是在台湾的一个传统当中 越是有机会问鼎大位的人 他可能在很多重要的民生议题上 他必须要趋于保守 甚至是在不到最后关头的时候 不要表态 对他的政治路来讲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吗 我觉得如果你自诩为未来的政治领袖 而且你要承担国政的话 你必须要对目前当下的重大的国家的议题 你必须要有你完整的一套的看法 我觉得回避问题绝对不是一个未来领袖 该有的那种态度 但是因为台湾事实上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台年金制度 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 不仅仅是劳保的问题 包括我们的公务人员的退休护恤 我们整体的我们的国民的这种 退休的制度到底要如何的来规划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迫不及待 而且必须要去面对 因为事实上我们今天台湾 不仅仅是财政的问题 政府的财政的税收事实上是越来越少 而且我们也看到 在整个年金制度当中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所谓世代的分担跟世代的分享 也就是你在一个经济持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由下一个世代来承担上一个世代 他在老年的时候 他所有的这些退休护恤安养跟照顾的责任 而政府他是透过一个政策的平台 来作为这个政策的实行 那今天台湾事实上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彻彻底底的重新来检讨 我们的不管是从军人 从军保军人的退休护恤 公务人员教育人员到劳工职工 到老农津贴老渔民的这种 就是农民跟渔民的津贴 或者是我们对原住民 到底我们要一套什么样的社会安全体系 来提供给我们上了年纪的这些的长辈 我想这个是政府迫不及待要去面对的问题 而所谓的财务 我们说财务的危机 我觉得财务的危机 事实上是现在有一点似乎被夸大 尤其劳保的部分事实上有一点被夸大 那是一个集体挤兑的时候才可能出现的问题 那但是呢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让社会有信心 让说这个制度是可行的 然后让社会的团结能够继续的维系 然后愿意下一个世代来继续分担上一个世代的 这种精力的风筝 刚才洪委员也说过 越想要觊觎大位的人 他对于那种挑战性 高度挑战性的政策 他大致都会采取比较保守 暧昧模糊回避的一个态度 为什么呢 因为去挑战性的政策 如果说要改变现状 也就是所谓的改革吧 那他一定有人得利 也一定有人受害 那这个社会的惯例是这样的 得利的人 我基本上 以台湾人的性格 我得利 我财不露白 我哀尽勿喜 所以得利的人 基本上他不吭声的 他不会大声嚷嚷 去赞扬你这个政策的 但是受害者呢 基本上他受了损失啊 他一定要发不平之明啊 所以受害者 他一定会很大声的 去喊出这个改革 或这个政策 对他所产生的伤害 以图补救 或者向社会名冤 这是一个基本的特性 所以这些基于高位的政治人物 他基本上 他必须要面面讨好 八面玲融啊 所以如果说 他面对一个 最挑战性的政策 他在事前 把话讲得太清楚 就会被拿来 作为一个讨论的题材 而且会变成草传借鉴的方式 会引来很多的攻击 对他的政治前途 很明显是不利的 但是这样的做法 这样的态度 其实对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 我觉得是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时报 能够办一个 未来领袖的一个论坛 面对重要的政策 直接问这些所谓的 有可能成为未来领袖的人 直接问他们 你要回避的人 很明显是失分嘛 那不回避的人 如果回答的 只是一些 很模糊暧昧的一个回答 刻板的回答 事实上也无法得分 我觉得这是留下一个 所谓的社会记忆 是非常好的 不过接下来 我们要进入实质的讨论了 到底这年金制度 该怎么改才有出路呢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下午三点 民进党主席 新生昌一声令下 博大队伍 从博富经营馆出发 运营天王 包括了前主席 蔡英文 前副总统与秀莲 谢长廷 陈菊等人通通到场 一路往海达格兰大道 豁大前进 天公座美眉下雨 中校东路上挤满人潮 总计一千多个民间团体参加 北上的游览车座超过700辆 民进党声称 游行的人数超过了15万 民众拿着火大的红旗帜 一路呛马 大型的帆布诉求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还有民众用酷索的方式表达心声 凄厉人气的谢安真 一句台湾就回不去了 让人哭笑不得 更多的诉求是 民众对于油店双掌 经济改革武感 生活很惨 民众的愤怒 全部宣泄在汽油桶上 阿伯徒手打汽油桶 要让马政府知道原本的不满 还有十多名妙女子 穿着白纱加入游行的行列 诉求是没钱结婚 此时此刻 总统马英九一镜头桃源 回到了台北 正在批公文 如果没有去真切的了解这些民意的话 批起公文来恐怕也不是很能够精准的 能够掌握民意 下午五点不到 游行队谷已经陆陆续续抵达了总统府前 大大的火大两个字格外醒目 绿营甚至把火大的雷射投影在总统府上 如果政府还是无感 不排除下一步是罢名总统 这场大游行才刚刚落幕 等于是今年一开始 马政府就受到来自民间和在野党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抗议 说穿了是对政府的信任问题 那么在军公教的保险以及劳保 都有可能会破产之际 等于是激起了老百姓的恐慌 造成社会的对立 这到底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呢 而我们的国家举债一再的破表 是不是我们的财政也面临 已经走到了财政悬崖的旁边了吗 我们带来看看到底有哪些的退府的保险 已经有可能要破产了 包括军人的退休抚恤基金 很快2018年在五年之后要破产了 教育人员的退休基金 2027年跟我们的劳保是一样的 都是2027年等于是14年之后濒临破产 公务人员的退休基金是2029年 而国民健康保险基金则是在2036年的时候 传出是有可能要破产了 我们请教一下邱委员 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条文 大家不是讲好有共识了吗 不是我们这个陈冲院长也说要入法了吗 怎么到最后关头现在还是没有进去 当然就是说 这件事件的发生的源头的导火线 就在于劳保条例里面 要不要把政府负最后的剥补责任 那么要让他入法 就说政府要负最后的支付责任 让很多担心劳保基金可能财务破产的劳工 广大的劳工能够心安 不为发生所谓的挤提的风暴 使劳保基金提早破产 那当时候这个争议呢 在行政院的院会还在讨论的时候 劳委会的某一位高级主管 就把这个消息就放给了媒体 所以使得一个规划还没有成型 还没有完全成熟 甚至也不是真的那么迫在眉睫的危机 反而就摊在台面上 成为一个公开性的一个 甚至会扩散性的危机出来了 那这个宽性危机出来的结果 当然引起劳工的恐慌啊 所以单单是两个月的期间 就发生了700多亿的几题 你说这个严不严重 当然很严重啊 那你今天政府必须要面对 所谓的劳保基金的改革 必须要面对军公教保险的改革 很简单 因为劳工会比较嘛 劳工会比较 劳工觉得我的所得替代率 比你军公教低很多啊 那你政府还要来改革我劳工 他当然不服气 那军公教觉得 我有期待保护原则啊 我当时费尽千辛万苦 考工职人员那个好事 或者去做老师做军人 我好不容易经过了养成的训练 我终于进到了军公教的体系 我就是因为有这个福利 我才进来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今天如果你不做 他也要做 总有一天要有人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我们也想到 其实之前劳保劳退要退休 这个问题已经传出来非常久了 在民进党执政的时期 陈局主委当时也有跳出来说 不行了 劳保劳退已经兵临破产的边缘了 所以当时陈局是选择先将劳退 改成了新制 但劳保当时其实并没有解决的 那拖得拖得到现在 也就这么一回事 中间好像也相安无似 是的 因此现在也有劳工说 这劳保破产是不是一个假议题 年金的制度 这是必须要共体时间